我们学习就两件事 身处俗 俗处身 佛号本来很陌生 我们慢慢慢慢 三千 五千 一万 两万 越来越多 越来越提得起来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不要讲到这里说 两万 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 心上有佛就好了 念那么多干啥 讲这个话 那得要自己 常常提着去佛号才行 不然就直理费事 心上真有对 可是有没有真有 心上不能常常有佛号 得要靠世上修 靠这个世上的修行 不断提醒自己的心 要提起佛号 所以我们修行人 不能打肿脸冲胖子 不能常常讲那个理很高 我们世上跟不上 所以黄念主老居士说的 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诸不离手 我们是需要提醒的 拿着佛珠 这个手指一接触 提醒自己 别忘了念佛 没有这个佛珠 没有这个提醒 可能念头一出去 过了好一会 不能打枉 才又拉回来了 所以三十系念提醒到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及结业之所 一成德自己的程度 只要不念佛 就打妄想 一打妄想 轮回心 照轮回业 陈德听师长 有一篇教诲 菩提心 贯注在整个生命中 里面师长就说了 做佛是心去做佛 用我们的真心去做佛 轮回心 修什么样的法 都不能往生 所以今天纵使 我们在鸿护正法 我们也得提醒自己 不能用轮回心 我们在办教育 我们是为了修行 而做事 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心境 而做事 是为了立事练心 练出真心 而做事 这件事就是道场 执行是道场 无虚假固 这唯摩绝经 很精彩的一句经文 无虚假 那等于我们做事 不应付 不虚伪 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 我们是用这样的心 来做事 立事练心 练出真诚清净 平等正觉慈悲心 我们不能为了做事而做事 不能陷在世里面 生烦恼了 人一陷在世里面 就会着急 就会烦躁 那谁这个缘要妙用 一着急一烦躁 妙不起来了 很可能我们就会 情绪做主了 自己在世上有情绪 自己受用不了 在做事的时候 堕落了 跟我们一起做事的人 又被我们情绪互相影响 那大家都没有得到受用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我们要洪护正法 首先护好我们 这一颗心 那我们想在境界当中 定得住 不会起情绪 不受影响 我们不被境界转了 境界就被我们的真心转了 可是我们这个心要不动 容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平常就不能打妄想 平常佛号 不能断 师长知道我们的 不用想 不用思维的时候 当然思维要正思维 要依教去 经教去思维 依照经教思维的时候 这个正能量是提高的 依照自己的习惯 去思维 很可能是负能量 比方说我们习惯往坏处想 消极 容易怀疑 那这样的思维 自己的能量场会下降 所以我们平常就要练功夫了 平常我们念头很散乱 希望遇到事的时候定得住 那就不大可能了 所以佛号多多益善 成德看一篇偶艺大师的教导 这一段教导很精辟 真能念佛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极大不失 一句佛号是万德鸿鸣 菩萨的六度万恨 都在里面 念到身心放下了 自我感受放下了 自我感受能放下了 就能念念为人 自我感受放不下 要为别人想很难 我不舒服 我不高兴 我不能接受 人家得顺我 我们要人家顺我 我们就做不出 普贤的横顺众生 修行人 要像水一样 可以随缘就方 顺势而为 我们处在这个时代 大家都挺有性格的 那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性格磨掉去横顺 那这个家庭里面 每天都有叮叮当当的事 那我们想一想 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有没有提说 哪一尊菩萨有性格 大家有听过吗 有一尊菩萨挺有性格 好像没听过 那我们现在学佛 我们学的是大臣佛法 那就要学菩萨 没性格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所以修行 首先改性格 改喜气 这叫格物 晚安